奥运的阴影当中走了出来 释放压力之后 成非变得更像一个孩子了 这就是我的幸运牛 我想在新的一年里呢 能够每天都获得开开心心 然后原来写过一个新年祝福 我就说 09年每天除了开心开心还是开心 然后呢 比赛就是冠军冠军还是冠军 这样很独了一点 但是我希望确实是新年的愿望嘛 希望能够每次比赛都能够发挥出自己最好水平 干嘛偷偷摸摸的 和您那个 你觉得成非奥运会之后有什么变化吗 你怎么变得还漂亮 我打扮了 哪有爱贴了 有 爱贴双眼皮了 哈哈哈 贴了吗 成非 今天每天 没有 没有 我听说了 那个 但其实那个贴双眼皮不是为了漂亮的 是一个眼肘 哈哈哈 一觉起来 比如说 哭过之后啦 或者是喝水喝多啦 第二天为了眼睛 还能 还能看 哈哈哈 那天天起来 我们说 成非贴双眼皮了 然后 然后一看 哦 他不贴双眼皮 就对啊 哈哈 所以在 为了不刺激我们的眼睛 所以他 哈哈哈 就 那个微笑 这样的都好下来 都是为了大天 人家睡觉起来都是下边走 他睡觉起来都是上边走 就起来就这样了 所以他才贴了 哈哈 就是我们去青岛拍摄的时候 然后当时觉得成非好像还是没有释怀 然后听到我和你的歌 然后他会哭 然后跟我们聊到奥运会的时候也是会哭 那么到了前两天我看见他 我觉得他确实是从那种痛苦里面走出来了 然后就觉得好像现在的成非 我觉得他更像一个孩子了 甚至于比2005年的时候 我看到的成非还要可爱 还要小 你看我的这个 什么 是夜光 有 夜光 在哪买的 青铁 他那时候去买的 我就觉得挺好 我买了都不知道 我就后来就是 突然 那天刚哭的时候我就在那睡 然后晚上一关那 吓到我 你买的时候还不知道是这样 然后后来就是铺上完了以后我要睡觉 然后我把灯一关 然后突然就这样 把我晒 听到了 看这就那天 你就吃饭 自动砸下来都说 从哪自动砸 那天 其实我觉得最真实的成非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阶段所看到的成非 我觉得他经历过了北京奥运会的痛苦之后 他反而把以前身上的包袱给卸下来了 而这个包袱其实是压了他很多年的 从他的第一个成非跳开始一直在压着他 那么这种压力我觉得达到的一个极致 就是在北京奥运会的赛场上 所有的一切都 都定格在那一天 其实在以前采访的时候呢 见过成非 你会感觉到年龄很小 但是他是超出年龄的成熟 他多少呢 有些羞涩 有点严肃 而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成非 才是真实的他 可以说过去对于中国体操队来说是辉煌的一年 但是对于成非来说 这个中国体操队的成员 2008年 他确实是最失忆的 我觉得在现场 给我印象最深刻就是他哭 因为真的是从来没有见到 成非在赛场哭过 而且哭得那么伤心 我特别记得就他从自由操场地上走下来 然后路到上前去搂了他一下 然后成非是把那个胳膊是撑在那个自由操的赛台上面 在那哭 然后当时现场所有的观众 都在为他加油 都在呼喊他的名字 就是喊成非成非 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太感人了 然后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说就只有愧疚吧 只有自责 没有其他的 所以我那个时候 比较那时候还是对大家深深的鞠躬 就是因为 希望能够得到原谅 就成非失利了以后 因为我知道那天成非比赛的时候 他妈妈其实去现场 而且当时还怕影响到他 一个是不敢告诉他 还有一个是专门挑选了一个比较靠后的一个位置 可以说他妈妈应该是在第二层的那个看台上 观看成非的比赛 那么后来成非失败了 失败了以后 然后那天晚上我记得是我给成非发了一条短信 想安慰一下他 我觉得那天晚上可能关注成非人 或者喜欢他的人 可能都给他发短信或者打电话了 其实那一晚我就也 我没有 带手机我也没有开 我一直都是在哭 我说我 哭成那么稀里哗啦的 还是第一次把自己哭到空 哭到一种真的是 脑子里完全没有思想 所有的一切都定格在那一天 我都感觉不知道想什么 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想 然后也不知道怎么面对后面的比赛 然后自己完全就是已经空掉了 就空了 自己一根堂上不停地哭 就是一种哭到虚脱 然后哭到只剩一个空壳的感觉 我觉得可能承受的最大就是压力吧 你想连续三届世锦赛的跳马冠军 然后到了奥运会的时候 他其实不是说我要去冲击这个金牌 而是怎么来未免这个金牌 还有就是自由操 这个夺金点 这个重任也是在他的头上 那么还有就是可能教练对他的期望 然后所有人对他的关注 对他的这种期待 所以我觉得在奥运会的时候 他的压力真的是非常的大 北京奥运会之后 因为没有比好 他后来说 他说我都比失败了 我都没有比好 干嘛大家还关注我 那么多优秀的女孩子 就说我的这些小师妹都已经出名了 而且他们那么可爱 你们为什么不要多关注他们 还要来采访我 然后那个时候 他又在开始逃避媒体 就是他05年拿了冠军之后 后来有一个阶段 其实他确实是在躲避媒体 当时我记得有好多记者也问我说